大家好,欢迎收睇全日总结,我是Vicca Hoagman 这一节有Stanley做嘉宾 Stanley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全仙向上 上征组合指数升68.3576点 新政成分指数升181.14932点 沪深300升102点报5452点 创业板指数升30点报2997点 行指方面今天收报298880点 升784点 国企指数升304点报11666点 大市成交1850亿 Stanley,今天看到市场越升越多 当中看到中资金融股、豪赌股大上来 不过看到成交方面其实都不是多 只有1800亿左右 科技股方面又不是说升得太多 也不是一个带着板块来升 是不是其实都差一点呢? 今天那个股市都升了 见仁见智 科技股升了又可能 今天双美之下 中资金融股今天就真的 相对比较聪明 都升得比较厉害 你说连这个2628 中人寿这些都升了 升了大概百分之2.6 算是这样 不过如果以成交量去看 差不多有1900亿左右 我觉得又不会说特别少 当然跟之前比的话 我们说跌市大成交 升市又可能有成交量 可能相对来计算好像又少一些 是有少少的比中不足的 但是虽然少也好 又少不了 我觉得纯粹的成交量 那方面来计的话 我没有太大 太特别的看法 但是你又见过大市本身 今天就真的因为 没办法了 其实你说以昨天来计 大市跌的原因 应该跟北水 我们说在下午的时间 大举撤出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今天就反过来 今天你看到 其实是5号的时间 反而北水流入的量 是显示地增加了 而且你说内地方面 A股又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之下 都令到大市的走势 又好像突然之间 又好像好很多了 还有有一件事 如果看图 有些挺有趣的启示 如果你看到今天 就是过去这两天的时间 就是我们昨天又跌下去了 这枝竹又跌下去了 今天就升了 好像又上去的 一级级级上去的 同一时间 你再看回之前这一阵的时候 其实有些走势上是相对似的 上次没那么明显的 上次你见到 就突出来到 不少明显的 但今次就差不多 而且两个走势 有些差不多之余 又是这么巧呢 这一段的时间 其实有些叫我们说 这个就是2月初的时候 即1月2月初的时间 现在就好像差不多有这些时间 如果一样就要烈口高开了 所以你说你的形态走势上 又好像跟上个月 我们说好像1月2月初的时间看的话 又好像差不多 所以有没有机会 可能复制2月份的行程的走势 再拭目以待 不过如果以当前A股的走势 又好像这么强的话 有机会可能 假设A股 明天的字幕再进一步更好 今晚美股又可能到我们科技股 有一些比较显著的反弹的时间 也有来说明天的走势 可能会中一步叫转强 但怎样都好 因为现在刚刚提及到 市场比较常是挺难触摸的 而且你看到最近的时间 日升日跌 所以变成了再玩观察 但是似乎走势方面 又好像又好分一点 不过有货的暂时是先拿着 但是没有货的 如果要追就只而少住 好啊 我和Stanley 讲一下今天的强势板块 刚才提到内银股 今天都很强 公行升超过5% 中银行这些都升4% 市场都在炒一个全降准的消息 知道Stanley其实一向一般的 这个板块 是的 跟不跟炒 跟不跟炒 先说了跟不跟炒 你要对中资金融股理计的话 可能现在这一阵要跟 都真的跟中资的劝商股 不是 因为它的股价都是掉了一阵下来的 如果这一阵博会有反弹的话 这一批的板块还可以想一想 如果以内银或甚至今日的板块 都想你做得比较好 刚才你提到的 突然间内地方面又传了一些 定向杠种的消息 其实昨天的市场 跌下来 其实你看到 都有某程度上 都是比较在内地金融股所拖拖累的 最主要是昨天的时间 银监会的主持葛雪清 例如我们的金融 全球的金融风险就会升温 甚至有可能会觉得 金融有些内银股 那些叫肥巴伦泰富率 有些必然会上升 可能讲得比较上是审慎一点的 而且昨天的时间 甚至有一些讲法就是去到加息 这些其实是很极端的 去到加息这些 我觉得其实机会就真的没什么可能 但是今天的时间 反过来就像你所说 就出了一个定向杠种的消息 就是突然间释出的情况 好像内地方面的取袋 又好像松轻一点 但是如果你看回这些消息 就会看回这件事 即使有定向杠种也好 其实释出的楼房动性 其实不大 是比较少的 而且你说现在刚刚开两会 其实你说这段时间 我觉得内地方面 是不会有些金融的政策 会出台 应该没什么的 而且现在这一刻 有没有需要做这些动作呢 因为不要忘记 你夹晚的时间 刚刚提到 郭树青 才会有些比较多的忧虑 提出的 问题的忧虑 如果假设突然干准的话 两件事好像有些冲突 那样矛盾 所以我觉得 现在内地方面的取袋 就是说 流动性会维持一个 比较松一点的情况 但是立暖去做一些 叫做加强一些措施的机会 其实是不高的 所以你说内人这些板法 纯粹都是 可能查回转 都是这些旧经济股份 叫做加强 但是刚刚提到 你要炒的话 都要炒一些劝商股好一些 所以中金 你说三九零八那些 就可以去厚厚厚线 好啊 除了内人之外 今天那些豪赌也很厉害 就是银主 又升7% 又是一些放松的措施 因为澳门宣布 进出这个赌场 就不需要一个阴性检测的结果 Stanley 这个板法真的很夸张 就是松一松就这样升上来 但是我看到Moto也说 其实他觉得 现在那个行业股值 仍然是略低过市场 历史水平13倍 觉得这个行业 还有一个上升空间 你同不同意 当然不同意 我会觉得 就着这个观点他先说 略低过市场的水平 因为现在基本上仍然处于一个 疫情的时间 那就是你本身那个 那个行业本身的发展 就仍然充分着比较多的变数 但是 即使好像你说 现在这段时间 这样计算也好 你看到赌收肚子 也都不见得特别理想 对吧 但是居然 你要说 现在的股值 和历史股值 它比较 还有一些空间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事 甚至乎 我觉得这些的差距 不应该那么小 因为你想想 其实你要用2月份的数字去看的话 没错 2月份的数字 你好像 又叫做可能 应该是还比的话 可以充分一些 同比都好像是 又虽不完 但是你不要忘记 其实上年2月份的数字 本身 已经开始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你应该用回 就是说 19年的数字去比较 19年的数字 其实跟今年的2月份的数字 相比的话 是终于抄远的 即是说 你说究竟什么时候 真的可以 可能恢复一个 比较上正常的状况 还要做观察 而且某程度上 你说现在呢 即是在内地方面 可能你说 我们现在都是 感染数字又没有什么 澳门又可以 所以你说 有没有可能恢复一些 正常的交往 不出奇的 但是 你说有没有恢复恢复 以往一些 那么强劲的 那些倒抽的数字 我都觉得重要观察 所以倒股 其实某程度上 走得太快 我觉得真的走得太快 不过没有 那些刊预测到 一向以一个最乐观的冲击去看 所以你说 还有没有可以炒呢 不出奇 但是这些位置 如果没有货的话 就一定不建议大家考虑 好啊 不过论最强势的板块 我想今天 那些钢材股 也是其中之一 安钢升了成一乘四 你看到马钢也升一乘一 因为那些钢材的价格 也有升到很大声 因为说今年 有些过年它们不用回乡下 所以那些开工率 也急速地增加 还有那些钢材需求 也都提前增加 另外也有说 今年是一个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所以对于钢材的需求 将来也会越来越多 这个板块是否也都可以留意呢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说 有很多憧憬 对啊 就是有很多消息 就定到可能你说 它那个 就是因为这些情况 对于这些板块 就可能有些比较大的 叫是刺激 不过还用去看 你说那些工人 可能真是 和你所说 真是叫做 今年已经是就地过年了 那如果真的可能 那个复工率是好呢 这个会是 不过这个行业 不过这个行业 很多和资源类 甚至基建类相关的板块 这一段时间是否好的原因 都不为乎这些东西 是工率是加烦了 所以也是 就是查这些东西 所以你说 是否这样 导致到这样的情况 不出奇的 也可能变相之下 在短期的时间 也是因为工商关系的情况 因为 某程度上 你都可以说 就是炼钢这些 这些 你可能要一些时间 要复乏一些 那些叫什么 那些叫做 整个工序 那些时间 所以变相之下 突然间有些工需 干涉失衡的情况 出现 不出奇的 但是问题就是 这件事 也随着时间 会慢慢的 叫做减退了 甚至乎 其实没有的 开工率 当你现在高了也好 你知道便会少回 只有一条数 一样是一样的 当然 现在这一段时间 是有帮助的 第二就是说十四五 开局之年 这一件事 你说要炒 又不能说的 每一秒 跟开局之年 甚至乎 你可以说 什么都之后 可能越追目标 加快一些重度 每次都这样炒 所以这些 你说炒了 我简单说 就是说 当你的市场气氛好 的时候 当你的钢材价升 的时候 大家自然会找到 很多不同的消息 去支持 是 甚至 我都可以说 你可能说 铜 铁 铁 铁 这些 因为新零元车 可能要有些 轻身一些 杆料 可能这一类 新零元汽车 这些会带动 铜 那些需求量 因为这些情况之下 炒了多次 都真的不出奇 但问题是 真的很低 是一些炒的因素 所以你说的 是比较短线的情况 我不排除 我们的经济状况 会令这些需求量 是增加是真的 但只不过 它的股价 又是升得很夸张的 你看到3、4、7 3、3、2、3 这些股价 反过之前 可能说 不要这些 反过之前的平衡位 平衡器的 两个月这位置 就冲了上去 当然跟之前 有些距离 但问题是 基本面 是不是已经那么快 回落了 所以变相之下 但这一类的办法 现在 肯定出一些 可能会比较夸张一点 所以在这段时间之下 我只要可以说 有货的 先拿着 但没有货的 要追的话 都真的不太建议 好了 时间差不多 也谢谢Stanley 和我们这么详俊的分析 我和你申母花 有没有持有以上的股份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和Stanley就聊到这里